今晚开始 国盛将经历2000年以来 范围最大 最强的降雪过程 明天凌晨2点将进入降雪最强时段 相关部门积极应对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江西省政协13届二次会议明天开幕 省政协委员陆续抵仓报道 江西进入两会时间 都市频道推出的全国首档聚焦政务公开 融媒体栏目江西正能量 今天关注9加5宁 用好政策宣传的王炸 让空气卖钱成为现实 为全国探索探中和新经验 说好的汽税补贴 一年多了还未发放 政府被指承诺不对线 系列报道聚焦放管府改革 曝光帕满甲油散播出后 南昌经开区立行立改 已筹措一千万元资金 月底前可部分发放到位 下火车后 南昌东站公交车已收班20分钟 乘客无奈拼乘出租车回家 春运在即 公交线路能否顺应乘客需求 进行适当调整 南昌公交运输集团做出回应 庐山悬崖边地面结冰 游客拍照打卡 脚底打滑 不慎坠落山坡 相关部门展开紧急救援 中标商铺后付了18万 对方迟迟无法交付 将局能否打破 都市消费调查记者追踪报道 各位好 这是最值得您信任的 民生新闻栏目 都市现场 我是主播文俊 欢迎各位准点收看 今天是2024年1月21号 星期日 本节目由纯正好酸奶 守护纯正中国年的 莫斯利安特约播出 大寒节气一过 今天庐山风景区 气温降至零下5到零下20时度 古岭山城迎来了小雪 降雪累积在温度较低的 铁皮屋顶上目测可见 大树上挂满了 雨松 雾松 雪松 繁华天街 游客云集 雪树银花 好一派 江南北国风光 美不胜收 而由于路面的温度相对较高 道路不存积雪 肝脏通肖 而且适合大家旅游出行 2024年的首场寒潮 已经蓄事待发 记者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 受到强冷空气补充影响 从今天夜间开始 我省将会经历2000年以来 范围最大最强的一次降雪过程 省气象部门预测 受强冷空气影响 今天夜间开始 我省自北向南将有中到大雪 局部暴雪 积雪深度大部地区1到3厘米 局部5到10厘米 这或将成为2000年以来 强度最大的降雪天气过程 从我们的干北的南部 以及这个干西北这一带 包括这个我们的九江市的西部 宜春 南昌 包括这个鹰潭 上绕市的中南部 还有这个平湘 西渝 洁安 府州 以及干州市的北部 那么这么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之内 我们预估都有中雪 不分大雪 局部山区有暴雪 所以这种中到大雪 或者是大雪以上的这个覆盖范围 也是比较广的 所以预计可以达到2000年以来 相对是比较强 甚至是最强的一次 降雪天气过程 此外 根据最新的监测信息显示 这一轮降雪的最强时段 大约有24小时 从明天1月22号凌晨2点开始 至后天1月23号凌晨2点 比起我们的盖西北是在这个 今天的夜间 23时或者是22号的凌晨00点前后 那么率先的由雨加雪转纯雪 之后呢 雪线会逐渐的向南推进 而且速度比较快 到22号的020凌晨以后的这个时候 我们南昌市就有可能转为纯雪 那么到了22号早晨的08时 这个淳雪线就有可能会向南 推进到吉安福州两市的南部 那么到了22号的这个中午 这个到下午14点 这个时候午后 那么这个淳雪线就可以到达 我们甘州市的北部 那么到了这个22号的就是傍晚前后 这个淳雪线就有可能会到达 我们甘州市的南部 但是这个淳雪和雨加雪的分界线 就在我们甘州市的南部 我们甘州市的南部 主要还是以雨加雪为主 省气象部门提醒 除了降雪 气温也将持续下降 这次寒潮过程 最低气温将出现在23号或24号 全省将降至零下5到零下2摄氏度 其中 干北干中局部山区 零下8到零下7摄氏度 大部分地区有冰冻 潮湿路面有道路结冰 再次提醒大家 寒潮来袭 气温剧烈变化 防寒保暖工作一定要做好 警方感冒 同时 大范围雨雪天气 可能对交通有较大影响 出行需防范道路湿滑 路面结冰等独立影响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宜春市教体局发布紧急通知 下周正值宜春全市中小学期末考试的期间 为切实做好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校园火灾防范和考试组织工作 对考试及寒假放假时间进行调整 幼儿园特教学校1月22号开始放假 中小学1月22号 23号 24号三天 原则上放假调休 小学期末考试时间调整为1月25号 26号 初中高一高二中职学校期末考试时间 统一为1月26号 27号 28号三天 教师离校时间幼儿园小学为1月27号 中学为2月1号 各县市区可结合实际采取调课停课等措施 全力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入冬以来是新修农田水利的黄金期 连日来 赣州瑞金市各地各单位 抢抓请好天气 大力推进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进度 和通渠保冠清淤等工作 保障来年春耕生产 而这些是省政协委员们积极推进的结果 记者在瑞金市沙州霸镇七宝村的 沙州冠区续建与现代化改造工程项目现场看到 工人们正在开挖好的水渠上搭模板浇筑水泥 一旁还有工程车辆在田间穿梭运送物料 征派人员机械推进项目建设 目前已完工程总量的30% 预计在2024年的3月份全面完工 据介绍该项目设计总灌溉面积为1.45万亩 总投资5033万元 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周边六个村的 农田灌溉和果园灌溉需要 保证项目高质量完成 为明年的春根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瑞金市黄百乡 乡村干部也会定期 深入水库灌区 农田周边 巡查水量水质情况 监督再建水利设施施工进度 保障农业生产用水 积极向上级水利部门争取了相关建设资金 用于新建排灌站修建水准等项目 同时我们也加强对水利设施 水库等的巡查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 确保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 记者了解到2023年 省政协把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管户 作为阅读协商课题之一 命提示组织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调研 调研中发现在水利的管户方面 还存在一些问题 后期的管户方面 就很多地方可能头先建了 但是比如说高标准农田 可能头先建了 但是在管户的方面 后续可能跟不上也是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的管户方面也提了一些建议 就是怎么样创新机制去维护管理 省政协立即邀请省水利厅 省农业农村厅职能部门 与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基层代表一起 开展阅度协商 协商共识被相关部门采纳 去年9月省政府出台推进 解决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问题 攻坚行动方案 现在这个文件出台了 然后现在正好是冬休水利的时候 应该我们可能去看一下 这个田间地头里 应该有很多地方可能还是正好是在修水利 据了解 我省希望通过三年攻坚行动 基本解决260亿万亩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请听代表委员声音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关注江西法院工作 在一年一度的省两会即将召开之际 我们都市现场联合江西法院荣媒体中心 共同推出代表委员看法院系列报道 今天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赣州素有稀土王国之称 对稀土的开发强化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然而前不久赣州一家环保公司却与稀土局搭起了官司 究竟怎么回事呢 一块来看看 江西某环保公司是一家在稀土矿山围水治理方面 具有较强专业性的公司 2017年赣州一地原稀土局与该公司签订合同 就某稀土矿区的围水处理项目达成服务协议 2023年该公司谋划上市 但该合同未就合作期限 保底水量围水处理费等问题达成一致 且先期费用尚未全部收到 对上市造成较大阻力 于是该公司提起行政诉讼 要求解除合作协议并支付先期费用 张贡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解除暗设合同 并判决当地公信局支付相关费用3500万余元 当地公信局不服 上诉至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虽对本案纠纷提供了一种处理思路 但在考虑法律效果的同时 要兼顾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不能简单以判了之 考虑到这起案件涉及到稀土的开发与环境保护 关系到法制化营商环境 属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 指定由院领导带头办理 充分利用好行政争议多元调数中心的作用 一招实质化解 何一廷召集各方负责人召开协调工作圆桌会议 在赣州中院的协调化解下 企业拿回了政府拖欠的全部违款 明确了未来合作期限 上市计划又重新提上了日程 同时当地政府的环保压力也大大减轻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司法理念 创新工作方法 没有机械办案 而是实质化解行政争议 不仅使当事人的诉求得到了最大满足 更避免了合同解除 而可能造成的环境破坏 保障了稀土资源的有序开发和生产 实现多方共赢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近日赣州市安远县的一位市民 捡到了一只受伤的红眼怪鸟 这只怪鸟 头四鹰 尾像雀 上身黑灰 下身雪白 停在路边轻拍翅膀 不能动弹 眼前这只体型较小的鸟类 就是热心市民发现的红眼怪鸟了 一双自带红宝石美瞳的丹凤眼 全身通透明亮 语色较浅 黑灰白三色渐变 与鲜黄色的爪子呈鲜明对比 蒙太中又不是鹰气 可谓是又美又萨 经过安远县林业局工作人员鉴定 怪鸟名为黑赤鸟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是小型的黑白色猛禽 常栖息于农田 红树林和林园等处 而这只黑赤鸟可能因为受惊或身体虚弱 导致暂时无法飞行 目前黑赤鸟还处于身体恢复阶段 我们工作人员会密切观察 加强救助工作 待其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 将其放归自然保护区 据了解黑赤鸟可以像蜂鸟与蜻蜓一样 悬停在空中俯视着大地 是唯一一种可以振翅停在空中 寻找猎物的白色鹰类 在此提醒大家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受伤的野生保护动物时 也可先行保护起来 并及时拨打110报警 或拨打林业部门电话求助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提供 龙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美丽经济也已经开始火了起来 比如说美发 美甲 美洁 现在一个完美的笑容 被更多的朋友所重视 其中一口美丽牙齿的作用 也是显得至关重要 今天一堂口腔美学工艺课堂 在南昌开课了 上午在南昌的太康拜博 上东口腔医院 口腔美学工艺课堂正式开课 在案例分享环节 一位患者的经历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小瑞26岁是位摄影师 他在记录别人美好瞬间的同时 自己却在镜头前无法自信展现笑容 医生诊断 问题处在牙齿上 银的面下三分之一的改变 其实是改变银的容貌的 它两个问题 第一 牙齿确实有问题 因为又烂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它牙齿偏短 所以它笑说它大规模地 录它的这个牙银 叫录银在我们的这个美学这个领域 它是个杀手 如果不录牙银 或者说录出了牙银量两个毫米 它是最有魅力的效用 经过详细诊疗 小瑞牙齿的问题得到了完美解决 一个灿烂的笑容 让小瑞重拾了自信 医生介绍 小瑞用到的牙贴面技术功不可没 这是一种牙齿美白和修复的技术 它可以在染色或缺损的牙表面 粘贴一层近似正常牙色的材料 以达到美白或修复的效果 这项技术对医生的要求特别高 既要保障口腔的健康 又要达到美学要求 因为它磨牙量少 要求的精度控制要越高 因为它没有宽容度 像我们这种贴面的修复 它没有破坏你整个牙周状态的一个修复 对一些酸素牙 然后比如说一些这个外伤 导致牙齿这种切损 比如前牙的一些棋齿 通过室主充填那种办法 没有办法获得一个很好的效果的时候 这个时候贴面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替代方案 貌美牙为先 齿白七分翘 洁白鲜亮的牙齿的确令人羡慕 但是医生提醒 牙齿的洁白程度是因人而异的 牙齿并不是越白越好 与自身肤色协调的牙齿颜色才是最好 对牙齿进行美白 要听从专业人士指导 喝了这种带酸性的碳酸饮料 30分钟之内不要刷牙 一旦酸一进到口腔里面 它瞬间就会对着牙幼子进行脱矿 它就变远了 表面那一层就变得远啪啪的了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再一刷牙 你直接就把它给冲刷带走了 我们脱液其实还是含有大量的这种 这个有无机的这种钙类的物质 无机矿物质 它其实是可以对我们的牙齿的表面 进行再矿化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稍后明天看到 下火车后南昌东站公交车已收班20分钟 乘客无奈拼乘出租车回家 春运在即 公交线路能否顺应乘客需求 进行适当调整 南昌公交运输集团做出回应 本节目由纯正好酸奶 守护纯正中国年的莫斯利安 特约播出 拜博香小榨菜籽油 小时候的菜又香 过年啥都好 只剩牙显老 太堂拜博关注口腔种植三十一年 让普通的种牙变得更舒适 让复杂的种牙变得更轻松 微畅手术 缩短手术时间 让种植牙更便捷 快乐看牙 孩子的口腔健康 拜博与您共同守护 牙齿矫正 让每颗牙齿 找到它更美的位置 江西二套联合拜博口腔 推出新年美牙活动 显微根管 美白 种植矫正 让你的牙齿过好年 报名即可领取 三千元工艺补贴 零七九一 八七七零三六六八 牙齿要看好 还是选拜博 一月二十日至二月十八日 江西二套手机家电年货节 携手四瓶定器 海信 容声 全身版业 同步大错 大奖风狂粥 金条等你拿 购海信容声产品 抽金条等好礼 好礼买六粽 礼重钱更重 单品买一千五 重价值三百元礼 多买多送 等音囤神券 购物在底线 购一百 第二百 购二百 第四百 家电成套买 最高省六千 购海信容声产品 最高减六千 买四瓶定器 购新家电 购幸福中国年 身未动 新遗愿 武功山 绝美的画卷 期待你 欲见未知 拥抱自然 车运即将来临 一些非法营运车辆的 又开始出来拉客了 南昌高新交警大 对信息化警中心通过研判 发现有两辆 涉嫌非法营运的面包车 出现在了辖区内 其中一辆 出现在紫阳大道上 1月16号下午 这辆面包车 刚接上乘客 行驶不到100米 民警就将它拦了下来 民警通过对车上的乘客 询问发现 他们是从地铁口 火车站周边等地 搭乘的这辆面包车 准备前往上饶等地 面包车没有道路运输许可证 涉嫌非法营运 我们发现这辆车确定无误 是一辆非法营运车辆 他们通过收取一定费用 然后将这些返乡人员 是往预定的目的地 就在同一天 高新交警还查获了 另一辆非法营运的面包 民警提醒 非法营运车辆 未取得交通运输部门 道路运输许可证 安全性能得不到保障 驾驶员也未经过 运营车辆的专项培训 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这些车辆一般都并未购置 这个运输的责任险 那么对于万一发生交通事故 对于乘客来说 可能会得不到赔偿 这个在这个春节来临之前 这个希望广大驾驶员朋友 这个为了过一个安全祥和的新年 这个在此呼吁广大这个乘客朋友 我们要一起抵制黑车 不坐黑车 不开黑车 从源头上杜绝此类交通安全隐患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昨天南昌市民英先生 向我们都市频道24小时 新闻服务热线0791-8831-6800 打来电话反应 说他最近乘坐高铁到南昌东站之后 体验感不是太好 晚上下了火车 想要坐公交车回市区 结果发现公交车全都受办了 殷先生说 1月19号晚上 他乘坐高5019列车 从景德镇北到南昌东 晚上10点41分准时到站后 本想乘坐公交车返回市区 却发现没车了 殷先生说 无奈之下 他只能选择与其他两名乘客 拼乘出租车返回家中 记者了解到 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更加便捷 连同往南昌东站 此前南昌公交运输集团 开通了四条公交线路 直达南昌东站 分别是南昌东站定制一线 由南昌东站开往符合南路南口 其中南昌东站的始发时间为 7点30分到22点20分 263路公交 由南昌东站开往南昌站 再到老福山 其中南昌东站的始发时间为 6点20分到22点20分 824路公交 由南昌东站开往京东公交停车场 其中南昌东站的始发时间为 6点30分到20点整 高铁巴士实线 由南昌东站开往南昌西站 其中南昌东站的始发时间为 6点30分到20点30分 记者注意到 其中南昌东站定制一线 和263路公交 两条线路的南昌东站始发时间 最晚都是22点20分 然而在22点20分之后 南昌东站仍有高3088 高5019 以及动22013趟列车陆续到站 到站时间分别为22点36分 22点41分 以及22点53分 这意味着乘坐这三趟列车的乘客 到达南昌东站后将无法选择公交出行 此外最晚一趟列车 动2201的到站时间为22点53分 相较南昌东站 末班公交车发车时间22点20分 两者之间差了大约半个小时 建于现在这种南昌东站的地理位置来讲 我觉得这个末班车的话 应该是在最后一趟车的时候 延伸两班车 应该是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来理解 必须说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车站出来 可能有一些东西还不是很完善 做公交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南昌 就是可以让那个公交 就是说开晚一点 记者也联系上了南昌公交运输集团 对于不少乘客 希望南昌东站公交车末班时间延长一事 对方表示已经关注到这个情况 他们接下来会根据南昌东站 春运期间的客流以及运营情况 对部分线路时间做适当调整 10号之后调途 然后现在它的这个很多运行时间 我们也没有完全定下来 我们计划是从这个结合春运 春运它肯定会有这种临时增开的班次 适当地把我们的这些线路 部分线路的时间给调整一下 我们会结合它这个列车运行图的调整情况 包括一些加班的工业列车 我们把适当地把一些线路的时间给调整一下 尽量是满足这个市民的出行 张英杰表示 感谢大家对城市公共交通的关心 同时也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理解支持 城市公共交通工作 除了公交出行 市民以及旅客朋友们 也可以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 多途径选择出行方式 可以提前通过这个95128出租车预约服务热线 进行这个出租车的预约 包括在这个网约车的平台 提前做好这个车辆预约 满足自己的一个各情况出行需求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近日记者在福州金西县 蹲点调言采访时发现 当地的第二批主题教育期间 都做病举深入推进 优化公交服务民生理念 全面提升公交服务水平 16号是金西县居民陈建华 办理退休金年审的日子 上午9点他就坐上了 去县政务服务中心的二路公交车 只花了十几分钟就到了目的地 而在几个月前 因为二路车 没在县政务服务中心社站点 他必须先乘坐一路车 到金元财富广场 再走十几分钟才能到 很多事情都要走这里省定东西 一个月都要来一次 以前在医药线下车要走好多路 来去就要二十分钟 对老年人来确实不方便 都要蹲下歇一下 现在它要设定一个点在这里 相当方便 不只是优化调整二号线路 去年九月份以来 金西县长运公交公司还增加了鲁家村 至金西县第五小学的专线 为城西工业园区职工开设公交通勤车 极大方便了群众出行 而这些线路的优化调整 得益于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期间 金西县交通运输局相关工作人员的多次调研 这些线路还有哪里需要调整优化的 就是说哪里觉得还是图是很方便的 这野路上好秀的东西好好的 不然它满路在那时候 可能设计那时候 要有了你这个展台 展台好处 到这看能不能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优化 针对部分偏远学校 家长担心孩子晚间放学 路途远不安全的问题 公交公司还特意增设了晚间护送专列 晚上八点在金西县的第七学校 两辆公交车就等在了校门口 半个小时内 所有的学生都被陆续送到了 离家最近的公交站台 这公交车一开通 这个真的是一项非常值得称赞的 这个辩明的举措 也大概也就十几分钟 可能就到了我们需要接送的这个站了 所以每天现在我就只站来这里等就可以了 在九月份主题教育期间 县教体局与交通局和县公交公司 多次的到学校进行深路的调研 成功的增设了两路公交车 同时呢在晚上还专门的开设了这种安全快捷 方便的特色化的这种车辆服务保障 极大的解决了孩子上学难家长接送业的问题 线路优化夜间护航 是金西县深入推进优化公交 服务民生的一个缩影 去年十月 辅州长运金西分公司还投入了1300万元 购置了20辆新能源公交车 今年1月底投入运营后将极大的 方便群众出行 地贯的以前20辆燃油车 长度较以前更长的 较以前的空间也更大了 预计在1月25号 即存运前 正式投入运行 为现坐车子更安全 更舒适 更环保了 民生无小事 枝业总观情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金西县共完成城区制毁停车场建设 县保育院装修等民生实事项目13个 解决基层群众 极难筹判诉求2567个 接下来我们将人秉持 为民造福的政绩官 问记于民 问虚于民 便民之所判为民之所在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常言道人活99 全靠好牙口 以前缺牙了 很多人选择活动假牙 但假牙不舒服 咬不了硬东西 还容易脱落 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 像真牙一样的种植牙 本月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携手得牙口腔 全省寻找缺牙人 电话报名成功 挂号费 CT检查费 方案设计费 专家手术费 一律取消 同时 德国种植牙 磕磕半价 磕磕终身质保 目前活动报名通道 已正式开启 非常火爆 不限年龄 不限缺牙磕数 均可报名 缺牙的中老年人 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报名热线 07918812 8777 种植牙 认准得牙 外婆香小炸菜籽油 小时候的菜油香 俗话说 立冬进补来年打虎 立冬开始天气寒冷干燥 病毒活跃 容易导致咳嗽 咳痰 气短 气喘 有慢性肺部疾病 以及这几年 肺部受到损伤的老人 立冬开始得每天补补肺了 立冬开始补肺 补肺事半功倍 肺补好了 不咳不喘 不遭罪 资讯电话 079188382890 立冬 你开始补肺了吗 立冬开始补肺 补肺事半功倍 加多宝 公祝龙年 招财敬宝 走亲房友 送加多宝 亲朋欢聚 和加多宝 过新年 加多宝 招财敬宝 和加多宝 腰层腿疼 外不开腿 直不起腰 肩颈疼痛 扭不动脖子 抬不起肩膀 筋骨疼痛 根部伤步伐 抱不动孩子 力不从心 江西东市平道的经历 筋骨有力量 生活才给力 关爱老人 一定要关注他们的经历 疼 痛 须 喝红毛药酒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您健康长寿 外婆香小炸菜籍油 小时候的菜油箱 南昌大雪转中雪 零下一度到五度 九江小雪 零下二度到四度 宜春小雪转中雪 零下一度到五度 平江大雪转中雪 零下一度到三度 新鱼中雪 零下二度到三度 辅州中雪 零下一度到五度 樱潭小雪转中雪 零到四度 景德镇小雪 零下一度到五度 上饶小雪转中雪 零到四度 吉安宇家雪转大雪 零下一度到五度 贷州 小雨转中雪 一到七度 南昌大雪转中雪 零下一度到五度 经常头晕 头痛 又清血 经常胸闷气短 又清血 用清血八味片 血液粘稠 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容易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二百七十余年清血骨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血八味片 祝您 血液签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要清血 胸闷气短 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认准猛齐牌 谈桃一刻没少 这是粉朵猪幻 这美味才稀罕 姐妹们 快来 莫斯利安 纯正好酸奶 稍后明天看到 都市频道推出的 全国首当聚焦政务公开 融媒体栏目 江西正能量 今天关注 九江五宁 用好政策宣传的王炸 让空气卖钱成为现实 为全国探索 碳中和新经验 中标商铺后 付了18万 对方迟迟无法交付 将局能否打破 都市消费调查 记者追踪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 江西正能量 江西正能量是江西省 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 和我们都市频道 联合推出的 全国首档聚焦 政务公开的中媒体栏目 本栏目将围绕营商环境 民生关注 热点回应等方面主题 聚焦政策公开 助推政策落实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九江五宁 16年前 山定权 树定根 人定心的灵改经验 就是从五宁走向全国的 如今五宁又在探索 一种新政策 引导村民在房前屋后灾树 获取收益 加速两山成果的顺利转化 我们一会来了解 这是2023年9月 九江市五宁县 罗平镇举行的一场 碳汇收益资金发放仪式 每家每户得到的钱不算多 从几十元到几百元 但是这种创新的形式 却让长水村人人都关心起了 碳达峰 碳中和 乡村林碳 这些听起来离村民很遥远的词汇 这次资金发放 是五宁作为江西全省试点 正在探索碳中和实施工作中的一环 试点政策的内容是 2013年以后在四旁区域栽种的 除果树以外的其他树木 按树种 胸径大小等条件 每棵树可以领到不同数额的补贴 再加上林业部门工作人员上门测量的 同时进行发放资料及宣讲 试点政策的内容 迅速在村民间得到普及 炉玉黄口中所说的国家政策 其实是正在试点过程中的新政策 五宁市林业大县 江西全省首个乡村四旁林木探汇试点项目 选在了五宁县罗平镇长水村 发放的补贴其实是由产生排放温室气体的单位 或个人出资 而村民通过在宅旁 村旁 路旁 水旁 种植树木吸收温室气体 这样就形成了碳交易 起到了碳中和的作用 五宁探索的方法 将为我国今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等目标 积累成功经验 寻找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之道 现在不是整个人就说全球来 都是要保护这个生态环境 这些大道理其实也懂 红豆山庄老板卢贤城 依托村头17颗千年红豆山形成的古树群 在村民中带头发展农家乐和旅游产业 红豆山这种在地球上 已有250万年历史的 一级珍稀宾威保护植物 给村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办农家乐以前他靠砍树卖钱 每年只有几千块钱的收入 而如今 卢贤城的红豆山庄远近闻名 有优美的环境 清新的空气加持 房间经常需要提早一个星期预定 一年的毛收入在30万元上下 致富后的他带领全村一起发展 如今 长水村已有七家民宿和农家乐饭店 民宿经济已成为武宁乡村旅游发展的 有力支撑 认识到这种树树栽的有用了 我们还有添加了 像我屋后头好多红豆沙苗 栽了好多红豆沙苗 都是一几年栽培的 就是在树面上面的种子 我们栽培的 到现在都有10拉公分了 大的有10拉公分了 像我们这里搞这个三太油啊 这些东西 你房间务后立法的更好 不是来的人更多 卢贤城和卢玉皇 只是长水村村民在 忽略造绿意识的一个缩影 这得益于武宁县政务服务中心 武宁县政府官网 武宁县短视频官方账号上 对乡村灵探的政策宣传 也织就了一张无处不在的立体信息网 我们主要通过三个途径 第一个呢 主要通过政务公开网 这个新闻谜 俗话说前人灾树 后人乘凉 罗伯公开网上 第二个呢 主要通过这个书役群 抖音 微信等新闻谜的手段 把这些政策向北信宣传 这个第三个呢 我们主要通过会议 可口向群众可口相成 俗话说前人灾树 后人乘凉 卢贤城们受益于祖辈栽种红豆山 而他们现在种下的树苗 又在为子孙后辈来造福 在采访中 记者也了解到 武宁为了探索多种 政务公开宣传途径里 哪一种更有效 专门花了心思去了解去分析 他们发现 节目开头 那个探汇收益资金发放仪式 在助推政务公开中所起到的效果 简直就是宣传盲诈 村民们可能讲不出大道理 但是相关政策一公开 一宣传一落实 村民互虑造虑的积极性 就明显的更高了 这也说明了农村工作的特性 政务公开要从村民感兴趣的角度切入 相关内容才能入耳入心 这些在试点过程中摸索出来的做法 今后或许在相关政策向全国推广时 成为试点经验的一部分 这样的场景 曾经被网友调侃为世界上最灵通的情报站 武宁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也感受到 探汇收益资金发放仪式之后 相关工作顺利了许多 分析原因 发放仪式和镇政府公开栏上的资金领取明细 情报站的扩散功能 这时候就派上了大用场 谁家有几棵树怎么栽 栽什么在哪栽 相关政策村民们已经是倒背如流 从最初的似懂非懂 再到现在能给记者普及乡村林探知识 背后是武宁政务公开方式创新的结果 这个果树不算的 我还有那个梨树啊什么洋梅树啊 这些是不算在探汇里头的是吧 它这个它果树不算的 这个政策你都晓得 这个政策你都晓得 我听说了 意思能懂 意思能懂 多管齐下是武宁政务公开的法宝 除了资金发放仪式 县荣媒体官方账号的短视频效果也不错 县政务服务中心的服务专区 面对的是县城居民 而县政府官网的宣传对象 则是新系家乡 在外奔波的武宁人 分析好各种政务公开渠道的优劣 公开的效果自然事半功倍 实施乡村林探 这是我武宁县实施林业探汇开发 迈出的第一步 这让我们在探汇计量交易上 获得了一定的经验 包括资金发放等政务公开过程 老百姓的探汇了解的更多更深了 也更加支持拥护探汇开发工作 我们武宁现在复林造林 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正面宣传和警示案例相结合 是武宁在政务公开方面的右翼心得 这是武宁县人民法院判处的一起 生态补偿案例 当事人因为非法狩猎引发山火 法院的判决又从另一方面 给人们上了一课 这是一种特别的交易方式 我们的第一损害生态资源的 单位和个人 采取购买探汇的方式 进行生态补偿修复 我们正在实行的探汇加 司法行政生态修复一提发试点 正在有条不紊的开展 如今试点的方方面面 武宁在一边探索一边总结 形成经验 下一步我先将为老林业探汇开发 主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做好林业资源保护储备工作 二是做好探汇核算计量工作 三是探索探汇交易消化的路径 生态价值如何向经济价值转化 作为全国林长制的发源地 江西省重点林业县 武宁在探中河的探索中 再一次走在前列 在潮头里求索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下面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都市消费调查 前几天我们的节目中播出了 南昌的黄先生开店的烦心事 此前我们也曾报道 在上个月他通过公开招标 中标了一个位于高新区麻丘镇 流程村的二楼店铺 可是等到自己把相关的钱款 以及手续全都办理完了之后 发标方也就是村委会 去告诉他这个店铺无法交付 节目播出之后 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追踪报道 18号下午 记者再次来到了麻丘镇流程村村委会 见到了这里的村书记黄欢 这个店铺就说 他那个五年租期已经到了 我们也有提前公告 就说这个店铺要重新拿出来招租 就是村里的集体资产 到了时间发报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要求 他觉得他自己的装修有损失 但是在我们的协议当中 五年的协议当中 他的装修是不计其内的 黄欢介绍 他们早在去年和租客的协议到期前 就曾多次提醒对方要求尽快腾退 可是对方一直没有动静 他们也无法采取强制措施 事情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法律顾问呢 这边的话也给他下了这个律师函 如果说他再不拿出来的话 我们就走下一步的司法程序 明天是最后一天 在现场记者也提出 现在的中标人黄先生 他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 钱退给他了 但是他是中标人嘛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要最后来 好好地协商一下 权力不变 但是我们因为合同没有签 没有签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 涉及到他的起始时间 补偿性措施 我们那个嘛 我们也会咨询相关法律嘛 咨询我们的那个法律顾问嘛 看看这边怎么走 那不等了 我怎么办呢 不要提前嘛 这个又弄到实行那个合同嘛 提前没用的 我最主要就是要这个店的 中标人黄先生表示 他还是希望村委会能尽快履阅 后期不排除通过法律手段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下面我们继续来收看 我们都市现场和快手联合推出的 快现场板块 近年来短剧行业规模及热度 爆发式增长 已经成为了文娱市场 不容忽视的新力量 近日由快手短剧主办的 第四届金剧奖在深圳举办 汇聚了众多短剧创作者 行业专家等 共同探讨短剧行业的 共生与进化 作为最早布局 并深耕短剧业务的平台之一 快手为短剧行业 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与能量 快手副总裁 快手文娱业务负责人陈毅毅 在第四届金剧奖上透露 截至2023年末 快手新芒短剧上限总量近千步 23年快手短剧日均活跃用户数量 达2.7亿 每天观看10集以上的 重度短剧用户数达9400万 短剧创作者规模已超10万 近日快手与鞋程达成合作 将用优惠旅游好物 优质旅行内容和贴心出行服务 打造更完善的本地生活服务体验模式 当前快手九旅生态不断释放活力 成为九旅营销新场域 数据显示 快手旅游互动用户超2.2亿 其中九旅创作者超35万 不少旅游相关机构纷纷入驻快手 依托快速发展的内容与消费生态 快手已经成为九旅用户重要的消费平台 快手方面的数据显示 2024年首周 哈尔滨区域快手团购成交总额 同比增长965% 接下来快手平台将陆续接入景点门票 度假线路等优选产品供应链 并通过快手的POI入口 进一步优化种草加拔草的消费闭环 近日首届快手工艺生态大会在北京举办 大会以共建短视频加直播平台工艺生态为主题 数据显示快手福苗计划 已与全国24个省份 超1170个县的相关政府部门达成合作 共扶持超100位幸福乡村带头人 带动16个特色地方产业 产业发展影响覆盖近千万人 2023年快手工艺推出普惠型数字性能培训项目 工艺幸福大讲堂 足迹已遍布全国25个县市 帮助超20万人次掌握短视频加直播数字技术 伴着浓浓的年味和热闹的氛围 近日一场以老铁请上车为主题的年货节 专列启航仪式在始发站哈尔滨西站举办 启航仪式祝福满满 满载的年货专列上也同样热闹非凡 在快手商城年货专列的车上互动区 主播为乘客分发了丹东草莓 哈尔滨红厂等快手商城的东北特色年货 年货模特走秀覆盖从80年代到如今 四个年代的流行穿搭和各式年货 以极具创新性的内容 带大家一起感受特色年货的魅力 以趣味竞技赋能农技科普传播 近日由快手联合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打造的快手首届农技之星大赛正式落下帷幕 决赛直播379万人在线观看 相关话题视频播放量近50亿 30位来自快手平台的农技达人来经参赛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多轮知识竞赛 经过激烈的角逐 三位农技创作者凭借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实战经验 成为本次大赛的冠亚季军 继尔宾火出圈之后呢 各地的文旅也是按捺不住造动的DNA相继整活 疯狂为自己的家乡上分 从解密各地隐藏的土特产 到解密各地文旅局局长才艺表演特殊技能 全国文旅卷起来了 一时间相关的话题也是频频登上热搜 这一位文旅经济开辟了新的机遇 就得千万点 automatically visual 发在心上 哦哦我哦我 朱颅的黄桃 语统大赏的军 我想要不成 每天有成功 我姓甘 歌安甘 如意相见提莲山 荆章业隐武威 右思远东王飞天飞 莫高哭 欲门关 丝绸之路大斗宽 同奔马月牙拳 七彩丹霞美翻天 风景美地宝拳 河西走廊半通关 光额沟空同山 人间仙境乌海环 大熊猫南美虾 动员出圈人人夸 牛肉面全羊面 美食遍布随便炫 欢迎各位小心肝 打卡甘肃赛部关 我姓川 吃完川 天赋男儿赛攀安 昔日草鞋出四川 英雄气概镇运端 我姓川 吃完川 树地女儿似木兰 柔情端庄比江南 热情似火数到山 我姓川 吃完川 攻打守护川藏观 长江黄河奔流团 穷海卢孤阳风帆 川 火锅美食后军餐 川 旧在美景带军观 川 川系群风等军攀 川 天赋之国共军欢 青丝一百发 徒留下那段牵挂 群身或圆前 往往都在一刹那 在 哇小人真是超美的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腰增腿疼 外不开腿 直不起腰 肩颈疼痛 扭不动脖子 抬不起肩膀 筋骨疼痛 根部伤步伐 抱不动孩子 力不从心 将其都市频道的经验 筋骨有力量的生活 才给力 关爱老人 一定要关注他们的经验 疼 痛 须 喝红毛药酒 每天早晚喝红毛 祝您健康长寿 作为南昌市洪谷滩区 第一所省级示范幼儿园 广电滨江幼儿园 始终坚持 有温度的教育理念 让爱与成长并肩前行 遇见广电滨江 遇见幸福童年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容易引发 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舒筋健腰很重要 要知道 跪以砖 砖更对证 舒筋健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 舒筋健腰丸的 专药专制 强筋骨 欺疼痛 舒筋健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在冬季 遇见诗意江西 踏雪寻梅 品味南国冬运 灵狐观鸟 寻找五栋精灵 母泉康养 享受惬意人生 迎春那福 感受干味新年 如画江西 风景 独好 一月二十日 至二月十八日 将新二套 手机家电年货节 携手四平定器 海信 荣生 全身版业 同步大错 大奖荒狂粥 金条等你拿 购海信荣生产品 筹金条等好礼 好礼满就送 礼重钱更重 单品买一千五 送价值三百元礼 多买多送 抖音囤神券 购物在底线 购一百第二百 购二百第四百 家电成套买 最高省六千 购海信荣生产品 最高省六千 来四平定器 购新家电 购幸福中国年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经常头晕 头痛 要清洗 经常胸闷气短 要清洗 用清洗八卫片 血液粘稠 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容易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卫片 二百七十余年清洗骨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粘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洗八卫片 祝您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要清洗 胸闷气短 要清洗 清洗八卫片 认准猛棋牌 稍后您就看到 说好的气税补贴 一年多了还未发放 政府被指承诺不对线 系列报道 聚焦放管服改革 曝光帕满假云散播出后 南昌经开区 例行例改 以筹措一千万元资金 月底前可部分发放到备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聚焦放管服改革 曝光帕满假 庸散系列报道 在1月14号播出的节目当中 我们报道了 南昌经开区 2022年出台了 购房补贴和 气税补贴政策 但是购房者 在提交了相关材料之后 一年多都没有拿到补贴款 去了多个部门询问 也没有得到准确答复 在节目播出之后 南昌经开区 例行例改 并且做出了回应 一起来看记者的 这一组报道 2022年9月 南昌经开区出台了 推动房地产业 稳增长促发展 购房消费补助 实施办法 其中明确 2022年9月1号起 至2023年2月8号 凡在经开区 购买商品住宅 和非住宅含二手房 且在2025年6月30号 缴清气税的 按实际缴纳气税的50% 对买售人予以补贴 在政策出台后 有不少购房者 提交了补贴申请 截止2023年 这个12月底 那么我们目前 申请的批字 总共是14批 那么申请的金额 总共是1730万 那么我们目前 已经完成了 所有的这个审核 包括公司的相关工作 前期已经支付了 前面两批 大约216万的 这个资金的不付工作 那么是什么原因 导致气税补贴的 发放速度这么慢呢 此次市民反应的问题 属于第五个批次 确实没有发放到位 申请的这个批次 我们要制定 一二三四 有这个顺序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们 对付资金 也是有根据这个 波付的这个 制单的这个顺序 来进行筹措 可能会影响一点效率 财政部门呢 一直都在千方百计的 筹集资金 王燕说 在都市频道的 聚焦放管服改革 曝光帕曼甲 雍散相关节目播出后 他们立即行动 已经筹措了 一千万资金 用于补贴发放 前面十个批次 大约一千户购房者 可在本月底前 拿到汽税补贴 1月17日 区域财政局 通过压减一般性的支出 暂缓非急需支出 等各种方式 我们筹集了一千万资金 专项的用于 对付市民的购房补贴 业务部门正在加紧 制单拨付 昨天已经进行到了 第四批次的这个制单 预计本月底能完成 前面十个批次的 补贴发放工作 全部十四个批次呢 预计在今年的一季度之间 全部完成 南昌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将以此事为契机 举一反三 加快资料审核 和资金拨付速度 提升群众满意度 我们经开区出台 这个购房补贴的初衷 也是为了老百姓 得到这个购房补贴的这个实惠 那么下一步啊 我们经开区承建局 也会加快这个审批程序 加快审核公式 制单的所有工作 确保所有的购房补贴资金 能够及时准确地 放到老百姓手中 下一步我们将举一反三 摸牌同类资金的支付需求 尤其安排对付资金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来 快速轮来一组资讯快报 近日 省门旅厅发布公示 以确定南昌市神经塔景区 南昌市同源峡景区 平江市越上广寒景区 干州市巡屋调查体验员 九江市云居山景区等 22家旅游景区 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近日 新疆阿勒泰地区 布尔金县山区持续降雪 通往喀纳斯河沐景区的道路 多处发生雪崩 阻断通行 导致旅客滞流 阿勒泰公路管理局哈巴赫分局职工 张衡 苏伟 加尔肯别克巴赫提汉三人 在除雪宝通工作中不幸殉职 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 日前联合印发通知 我国全面开展健康家庭建设 到2025年 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不低于25% 与此同时 每个村 社区 配备一至两名家庭健康指导人 第二届哈尔滨冰雪美食节 昨天开幕 本届活动涵盖冰雪美食会 冰雪美食节系列论坛等 二十余项内容 在20号于泰国曼谷 举行的2024年 亚大区轮椅篮球锦标赛中 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 在五人制比赛中 以六战全胜的成绩夺冠 取得2024年 巴黎藏奥会参赛资格 多视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稍后明天看到 江西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 以明天开幕 省政协委员陆续抵仓报道 江西进入两会时间 常言道人活九十九 全靠好牙口 以前缺牙了 很多人选择活动假牙 但假牙不舒服 咬不了硬东西 还容易脱落 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 像真牙一样的种植牙 本月江西广播电视台 都市频道 携手得牙口腔 全省寻找缺牙人 电话报名成功 挂号费 CT检查费 方案设计费 专家手术费 一律取消 同时德国种植牙 磕磕半价 磕磕终身至宝 目前活动报名通道 已正式开启 非常火爆 不限年龄 不限缺牙科数 均可报名 缺牙的中老年人 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报名热线 079188128777 种植牙 认准得牙 当你面对高利诱惑 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一次 也可能血本乌龟 莫被利益冲昏头脑 克服贪欲 切勿交信 听说江西很美 听说江西发展很快 听说江西满满正能量 2023年 江西省聚焦群众关切 推出十大民生时事 一年一过 成效如何 现在政策挺好的 我办法解决了我个困难 我还都从哪去 会减少我们的经压力 我们将邀请厅局长 走进直播间 解读政策背后的考量与决策 听说江西 用政策点亮民生 让政策离你更近 1月15日起 每晚都市现场 2023十大民生时事系列访谈 正能量 看江西 今天下午 2024年江西省两会新闻发布会 在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 江西省14届人大二次会议 和江西省政协13届二次会议 即将开幕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今年省两会将继续开设 代表通道 委员通道 厅长通道 三个通道将各举办两场 代表通道 委员通道 将组织部分省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接受现场提问和采访 生动展示 代表委员履职风采 充分反应 代表委员心声 厅长通道 将协调省政府有关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 接受现场提问和采访 解读政策措施 回应社会关切 全面展现新时代 厅局长新形象 按照议程安排 江西省14届人大二次会议 将于1月23号在南昌召开 会议共9项议程 其中将审议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关于提请审议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权力打造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的 决定草案的议案 这是以往的人代会上 很少出现的一个新的议题 也是我们贯责落实 中央和省委重大节制部署 把江西生态优势 转发为发展盛事的重要基础 江西省政协13届二次会议 将于22号下午2点半开幕 会期缩短为3天 为近年来时间最短 但程序一向没减 不少会议和讨论 安排在晚上进行 大会将改变以往会中 对提案进行初步审查 会后再审立案的做法 大会期间 即完成提案立案审查工作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明天江西省政协 第13届二次会议 将在南昌开幕 今天省政协委员们 纷纷向大会报道 记者在现场看到 委员们登记报道 领取证件和会议材料等工作 有序进行 对于即将召开的会议 委员们充满期待 政治委员是一份荣誉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对这次大会充满了期待 以饱满的政治热情 基金会神开好这次大会 期待我们的在工业 农业各方面 能够在全国的排位有所进步 围绕产业发展 民生幸福 不少委员也带来了自己的建议 因为我自己从事的是职业教育这一块 看到现在我们国家 再加上我们省 在这一块非常局缺这一块的人才 特别是针对于一些这种 有比较强的技能性人才 例如他在比如世界技能性大赛里面 获奖的这种学生 可以给他们一些一定的住房补贴 还有一些他们在比如说落户上面 给予一些政策上的帮助 我还是关注这个乡村振兴方面 比如说这个房间卫生 我特别关心这个厕所 三年厕所革命取得的成果 但是这个厕所建设是三分建 七分管 我们希望政府部门 把这个这些农村公共厕所 还是管好 把这个民生设施 办到这个老本性的心坎里 都市平台记者熊哲成 李俊辉报道 今天上午8点 2024江西古村跑 刘坑传统村落挑战赛 正式名枪开跑 来自全省的27支古村代表队 齐聚一堂 用脚步探寻历史悠久的千年古村 进行享受一场纯粹的村跑 而更有趣的是 此次挑战赛的奖品设置也很特别 一块去现场看一看 一砖一瓦 跃千古第一村 一步一景 穿千年古张林 这次比赛的线路 以乌江为纽带 穿越刘坑古村和中国第一张树林 27支古村代表队近270余人 在比赛的同时 一步换井 全程约8公里 比赛开始 参赛选手们沿着赛道一路向前 众多当地居民和游客 为参赛选手热情呐喊 加油助威 因为江西古村跑的口号是让生活更美好 所以还是那句话 比赛是友谊第一快乐第一 一路奔跑 一路赏景 这次比赛让队员们流连忘返 记者注意到 这次挑战赛的奖品设置也非常有意思 全都是家畜家禽等活物 一等奖是冠军 牛 二等奖榜眼花珠 三等奖探花羊 参与奖 虫人麻鸡 最终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景德镇福亮县 摇里古镇代表队 夺得这头冠军牛 这头牛我们肯定是要带回我们景德镇区的 让大家都沾沾这个喜气 让祝愿我们这个新的一年也能够牛气冲天 一牛到底 夺得冠军喜气洋洋 万振鹏说自己这次来刘坑 不仅是来参赛的 更是来学习取经的 两个景区从本上来讲是非常相似的 因为摇里也是一个千年古镇 包括刘坑 它也是千年一个古城 所以从古建筑的保护开发 包括一些人文景观的延伸的打造 都是值得我们去借鉴跟学习的 记者了解到 这次江西古村跑 吸引了一万余名游客前来观光游玩 临近年关 为了让游客感受到流坑古村的热情 景区也针对游客旅游 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让游客玩得开心 眼下来流坑的游客越来越多 游客数量从去年的不到十万人 激增到今年的八十多万人吃 特别是我们流坑村传承了很多传统文化 正业的时候很多活动在流坑进行 引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分支他来 董朝珍介绍 为了开发和利用流坑古村的魅力 村里引进第三方运营公司 从历史文化 古村建筑 旅游休闲等多方面进行了升级 如今不仅是游客数量在增加 回家创业的年轻人也更多了 那么我们通过近期的打造 我们把流坑建筑得这么漂亮 越来越多的在外务工的年轻人返乡创业 特别是我们在村里面开设民宿 龙家乐还有这些商铺的越来越多了 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证 舒筋建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舒筋建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舒筋建腰丸的 专药专制 强筋骨 七疼痛 舒筋建腰丸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常头晕 头痛 又清血 经常胸闷气短 又清血 用清血八胃片 血液粘稠 堵塞血管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 头痛 胸闷气短 容易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胃片 二百七十余年清血骨方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专利 清血八胃片 助您 血液签 血管通 心脑好 头晕头痛 要清血 胸闷气短 要清血 清血八胃片 认准猛棋牌 每日营养 一瓶搞定 都市现场 由君阳六种坚果挂名播出 征服家人的胃 我用好厨艺 守护家人的肠胃 我用胃动力 君阳胃动力 给你的肠胃做作操 畅销五十一瓶 值得信赖 君阳胃动力 受到持续冷空气的影响 我省将会迎来明显的 降温 雨雪 冰冻等天气 对电力供应 交通运输 和群众生产生活 带来较大影响 各地各有关部门 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加强监测分析研判 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 加强巡查 确保交通路网 供电供水通常 面对可能出现的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江西交通运输部门积极应对 提前进入抗冰雪 保畅通状态 1月20号 省交通运输厅 从公路运行 水上交通 道路运输 公路水运工程建设 应急职守等方面 进行紧急部署 要求全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 高度重视 加强公路 桥梁 隧道 尤其是山区公路 和涉水涉桥路段的 日常巡查 检查和养护工作 提前做好产兵除雪工作 督促船舶 结合自身抗风等级 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对可能影响运输安全的搬线 及时采取停班停运等措施 铁路方面 南昌客运段 福州客运段 对可能途经强降雪区段的 朴素旅客列车 按全列旅客定源24小时标准 增配餐料 以备途中不时之需 为了满足除雪 溶雪需求 九江 庐山 南昌等车站 还提前测试溶雪装置 和应急柴油发电机等 应急处置备品 车站备足草鞋 草垫 扫把等 扫雪除兵的用具 合理安排应急人员随时待命 确保雨雪天气下 应急人员能够第一时间抵达现场 机动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同时客流高峰期 在近站口 电梯口 站台等关键处所 征派人员力量 做好旅客引导和帮扶工作 确保旅客安全出行 为了确保雨雪天气下 铁路设备设施正常运行 南昌公务段通过人工巡线 机车天程 视频巡线等方式 对相关线路进行巡查保养 南昌高铁基础设施段 在平乡 宜春 新宇 南昌 鹰潭 上饶等地 不止11处复兵监测点 每隔两小时 对铁路供电线路复兵情况进行监测 欲接触往复兵时 及时安排刮兵车上线运行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铁路部门也温馨提示 未来一周中东部地区雨雪频次多 气温起伏大 请广大旅客提前做好 防寒保暖工作 铁路部门将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适时采取停运 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 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旅客朋友出行前可通过12306官方网站 车站广播公告等 及时掌握列车开行信息 妥善做好出行时间安排 记者从江西机场集团了解到 目前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已经启动冰雪天气蓝色预警响应 提前做好除冰雪设施设备 维护物资储备 预案演练以及人员安排等工作 全力做好航班保障 提醒大家如果明天有出行计划 可以拨打航空公司或者机场客服电话进行询问 寒潮天气供电供水的通畅也关系到千家万户 相关部门积极行动提早应对 21号上午江西红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城南供水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来到南昌青山湖社区 给小区水表穿衣戴帽 防止寒潮天气下水表冻坏冻裂 其实给我们的水表保暖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家里有这种旧抹布 还有一个就是鞋套 然后我们把这个旧抹布对折 然后折成四方形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抹布盖在水表上 然后用这个鞋套把它套住 就能起到一个保暖的一个作用 为了应对寒潮 江西红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城南供水服务中心 从20号开始加班加点 给南昌100多个异动小区 近5万块水表进行了包扎保暖 第一个就是我们成立了防冻保供应急小组 由中心领导代班24小时职守 随时应对突发状况 保障我们居民的正常用水 第二个就是加大了宣传力度 通过微信朋友圈 社区网格群等平台 向我们辖区居民温馨提示 防范冰冻的方式方法 做好水表的保护措施 对于这个异动区域 我们这个结合以往的经验 组织员工进行有针对性的包扎与防范 尽可能的减少由此带来的损失 温馨提醒广大市民 寒潮将至对于暴露在外的水表 要及时包扎给予保暖措施 空置房请关闭水表阀门 放空管道中的自来水 防止管道冻裂 近日 九江贡清城市迎来大幅降温 用电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国网贡清城市供电公司 第一时间制定保供电应急预案 利用无人机 红外测温 地面徒步巡视等手段 对辖区疏变配电设备进行特询 实时监测供水 供器 医院 学校 交通枢流等 城市生命线线路设备运行情况 公司还加强与政府应急部门沟通 加强24小时应急值班 全天密切关注天气情况 电网负荷情况 目前 公司完成了辖区78基输电干塔 四座变电站37条配电线路巡查 共清理复兵隐患10处 紧固拉线19处 都市频道综合报道 强汉超来袭 大范围的降温降水 将会给农业生产 特别是蔬菜水果种植带来影响 对此 各地农业和科技部门也积极采取措施 指导农户提前做好田间管理 保障作物安全越冬 走进南昌市新建区横湖啃植场 冬日的蔬菜基地里生机勃勃 娃娃菜清脆雨滴 在基地中心的田耿边 农户们抓紧时间用无人机 喷洒防虫药和叶面肥 在防止低温没病的同时 增加叶片养分 让它们吃饱喝足 抵御洞海 为了防止低温天气冻上蔬菜 我们提前做好了预防工作 给我们的蔬菜全部打一片易面肥 让菜苗长得更加旺盛 从而增加它的抗寒能力 安全地度过这个冬天 争取过完年以后 卖个好价钱 甘州南昌区农迹人员 也深入田间地头 为油菜预寒制造 他们带来的防冬妙招 也是利用无人机 给油菜喷洒定量的防冬药品 当时我们还没了解 那么清楚那些防冬 扛寒扛冬的药犯 所以今天值得来也很好的 知道这个问题 面对此次寒潮 农迹人员提醒广大种植户 要根据作物的生长特点 实施不同的追肥方式 同时要做到清沟培土 确保田间无积水 省科技厅 则组织高校的科技特派员 深入上饶鱼干县的 蔬菜设施大棚 果园一县 指导农户科学应对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提供 南昌市减灾办 今年下发通知 冷空气将会带来明显的 降温雨雪大风冰冻等天气 经研究 决定于今天下午5点启动 市级救灾预警响应 各地各部门抓紧做好 救灾物资准备工作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和南昌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今天南昌市部分幼儿园 中小学校发布通知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寒潮天气 调整寒假和期末考试的时间安排 其中有多所幼儿园 小学一二年级学生 明天停课一天 或者从明天开始提前放寒假 不在返校 部分小学的三到六年级学生 推迟三天考试 也就是一月二十二号到二十四号 三天放假调休 二十五二十六号 进行期末检测 寒潮天气之下 有人外出旅游 但是不管任何时候 安全这根弦 咱都得绷住了 昨天上午的十一点左右 在九江市庐山风景名胜区仙人洞附近 有游客因为拍照 没有注意到地面接兵 突然脚底打滑 坠落山坡 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之后 与公安急救等部门 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在事发现场我们看到 警区内雾气弥漫 气温较低 救援人员携带多功能救援担架 绳索等工具 到达受伤男子所处的位置 而男子此时正坐在悬崖下 五米左右的山坡上 无法行动 两名队员将男子缓缓移到担架上 并对他进行了固定 随后上方人员往上拉 下方人员使劲向上拖举 大家齐心协力 将游客抬到步道上 好 一二走 好 一二走 据同伴回忆 当时受伤男子在悬崖边拍照打卡 一时失足滑下悬崖 请问你们一行是几个人呀 五个人 当时是怎么摔伤的 是站在那个警局站台不小心 就是滑下去那里结冰嘛 想拍照的时候滑下去 消防部门提示 寒潮天气来临 外出游玩 打卡拍照 一定要以安全为前提 不要盲目探险 前往人际罕至的深山 更不能去到被警示有危险的地方 做到走路不看警 看警不走路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提供 徒手攀爬 翻墙钻窗 这电影里面蜘蛛匣的潮能力 让很多人都过目不忘 而现实生活中拥有如此攀墙爬窗身手的人 却干起了非法的勾当 近日在上饶经开区 有一名爬楼高手 在了 公共视频显示 凌晨时分 在一栋二十多层高楼房的中间楼层 一名男子顺着阳台 爬到另一户居民阳台 进不去后 男子又往上攀爬 凌晨三点多钟 这名男子推开窗户 爬进了一户居民家中 警方很快接到被入室盗窃的报案 报案人家就是17楼 但是我们接到报案人 他是说他家里可能是进的 民警调查发现 嫌疑人是从大楼14楼一户 未装修的毛皮房进入 然后顺着阳台进行攀爬 入室盗窃的 然后从14楼阳台 一层一层往上爬的 他每爬到一层 他都会推一下 就是每一层 他推向阳台那个窗户 然后他发现没有锁的 他就钻进去 1月5号 民警将嫌疑男子林某抓获 经审讯 36岁的林某是上饶岩山人 曾因入室盗窃被判刑 案发当天 他骑着共享单车 在上饶金开区寻找目标 之后从后门进入该小区行窃 通过侦查他实际只投了100块钱 目前嫌疑人已被刑拘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民警提醒 无论白天黑夜 都要关好门窗 不管是住的高层还是低层 都一定要出门 或者睡觉的时候 一定要紧张好门窗 是否已经关好 你像有些群众 他就会认为 自己住的比较高 就相对会比较安全 通过这些案件 就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示范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前些天 吉安市吉水县金滩镇 发生了一起盗窃案 一家把货商店 被盗了71条详言 以及一些现金 作案是一名 有过多次盗窃前科的男子 为了能够躲避追击 他作案之后 接连7次换成了交通工具 逃离 可谓是煞费苦心 不过最终依然是难逃法王 卓先生在吉安市吉水县金滩镇 开一家百货商店 1月7号早上 他准备开门营业时 发现平常堆放在楼梯上的香烟 少了很多 发现门所被撬之后 周先生确定店里进贼了 周先生说 他们平时就住在店里的阁楼上 事后回想起来 当天凌晨还听到了一点开门的响声 71条香烟价值数万块钱 周先生后来发现 停在门口的电动车也不见了 他立即向吉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侦查 民警调取了周边的卡口画面 一辆电动车进入了警方视线 骑车人戴着帽子 口罩 车上放着一个装满了物品的黄色袋子 形状像是香烟 寻着监控画面追踪 民警发现男子一直骑车来到了吉州区 7号下午6点多钟 将物品搬进了一处民房里 8号下午1点多钟 男子又将物品搬上了电动车 然后驶离了现场 他先是从我们集水用偷来的电动车 一直逃到了吉州区 在吉州区躲避了几个小时之后 通过出租车到了我们集水县八都镇 八都镇之后又换乘 在路边拦了一辆面包车 到了新干县 在新干县这城大巴到了张树 嫌疑人汪某先后7次转乘车辆 最终回到老家景德镇福良县 他自以为坐的天衣无缝 不料1月12号就被集水警方抓获 他刚刚回去就两三天 我们就已经追上去了 他当时确实没有想到 我们马上就把他抓到了 他可能他自认为他做的还比较完美了 对 他当时因为他确实进行了 非常有巨很强的反侦察意识 他有四次倒计前科 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据汪某交代 他作案得手之后到安徽省将香烟卖掉换钱 目前被他丢弃的电动车已经被追回 汪某已经被刑拘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都市频道记者吉安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 各种流感病毒横行 不少人都中招了 这不江苏扬州江都居民陈女士就得了流感 可是他没有去医院看病 而是在家里硬扛 直到扛不过去了 才去医院进行治疗 却被查出了白费 险些因为呼吸衰竭而丢了性命 记者在江苏扬州江都人民医院 见到了正在复查的陈女士 她今年51岁患糖尿病多年 2023年12月14号 陈女士得了流感 却没当回事 在家硬扛了十多天之后 感觉身体吃不消了 才到附近社区医院就诊 不料在挂水时突然倒地昏迷 感冒咳嗽 他们就叫我化学 我说的不挂学 可可妈就把我去医院来看 看了就不知道是 不知道是哪了 就混过去了 家人健壮 赶紧把陈女士送往江都人民医院 经检查 因肺部感染多种病毒 陈女士已经发展成重症肺炎 肺功能基本丧失 严重呼吸衰竭 随时有生命危险 两个肺都是白的 发现的话是一个甲状 而且的话是一个粉合感染 还有针筋 那么有取眉筋 有毛眉筋 另外还有葡萄酒筋 有两三种这种细筋 情况紧急 医生立即采用抗感染 俯卧胃通气等措施 经过十多天精心治疗 终于把陈女士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眼下正在康复治疗 据介绍 陈女士因患有基础病 免疫力偏低 得了流感之后 硬扛数日 大大增加了治病真菌的感染风险 最终导致白肺 感染之后 人性戒指 还有包括一些蛋白 它露出来了 露到肺泡里面去了 那就形成这些表现了 医生提醒 老年慢性病患者 孕妇 婴幼儿 属于重症肺炎 高风险人群 一旦出现持续高热 呼吸困难等症状 要立即就医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咬啊咬 咬到外婆香 哇 好香啊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小时候的菜油香 金龙鱼 烟头 火星 电火花 这些不起眼的小火 点燃不大的区域 形成有毒烟气 短时间大量聚集 毒性剧烈 进入体内 灼伤内脏 危险致命 他们藏在老化虚接的电路里 床上点燃的烟头里 室内充电的电动车里 楼道堆放的杂物里 藏在你用火时的麻痹大意 疏忽至小伙 亡人悔莫及 欢迎回来 在节目的最后呢 一起来关注 干问 名呼我为 新联系的声音 南昌金开区的 郑女士反映 在黄国南路的 一环线立交桥下 有一个灯非常刺眼 开车经过呢 会被灯射得看不清路 差点撞上电动车 金开区的交警回应说啊 由于黄国南路 通车一年多的时间的 超速车辆较多 事故率也较高 所以啊 在这个位置是 加装了一个摄像头进行抓拍 郑女士所反映的灯呢 是环境补光灯 会根据周边的环境 自动进行补光 无法调整 这条路限速为40码 提醒过往司机 经过这里要 依归行驶 不要超速 南昌东湖区的 孙女士反映说啊 她每天呢 都会从八一大道 江西省美术馆门口的 地下通道过马路 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呢 就发现地下通道的 井盖松动会翘起来 不知道去找哪一个部门 或者单位进行处理 现在她发现 一盘井盖全都松动了 过往的人员也非常多 她觉得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希望能够尽快处理 上饶浦阳县 田板接阵的徐先生反映说啊 婆田路刚修好通车的主干道呢 马路中间安装了隔离护栏 但是留给行人 过马路的路口非常的少 有两所学校在马路对面 缺口设置在离学校几十米开外 很多居民和送小孩的家长 直接是跨栏过马路 非常危险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对道路进行优化 并且加强管理 九江学阳区的王先生反映说啊 甘塘街道赵家花园社区 去年的10月14号改造了下水管道 管道呢已经搞好了两个月了 但是路面依然没有恢复 路面是坑坑洼洼的 非常不好走 希望能够尽快完工 那么以上大家所反映的问题 还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 进行进一步的核实 我们也会主动的去联系 相关的部门或者单位 来进行沟通 扎扎实实的为大家办好时事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90分钟的都市现场 就是这些内容 再会